如果真的认为自己出现了中邪 应该怎么办 治疗中邪有两种方式 教法规定的方式 教法不允许的方式 教法规定的方式是 可以用祈祷次的方式治病 前面已经讲过他的三个条件 可以做祈祷 可以用教法允许的方式去治病 这就是医疗中邪 比如喝蜂蜜啊等等 这都是教法规定允许的方式 用祈祷次治病的方式 向阿拉去祈祷 用合法的药物 比如吃蜂蜜等等 然后我们再讲第二种 就是教法不允许的方式 用邪术来治疗中邪 这是违反经训的行为 圣门弟子们 先辈们 教掌们 都没有用这种方式来治疗 用邪术来治疗邪术 不会使他消除邪术 只说是使他更加重邪 使他会敬畏邪术师 وهذا نوع من الجنون لأنه كيف يترك اليقين العلاج بالقرآن يقين علاج بالقرآن ويذهب إلى شيء مظلون فيه ليس يقين ولا علاج في السحر 用邪术来治疗邪术的方式 是一种疯狂的方式 没有理智的方式 为什么不用古兰经 教法规定的方式 去治疗中邪呢 و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لم يجعل العلاج فيما حرما على الأمة الله لا يدروا إلا بإمكانك عقل الظلم لا ليس يوم انجل يمكن أن على المسخدر القرآن لم أقالى اجل نعم 感谢观看